有生就有死,有死就有生 好像这个台词像三国一样 喝酒必分,分酒必合 一个道理 那生 我们俗话讲的生老病死 好像是从佛家来的 人有八苦 这个其中的四个 那么生怎么就苦了呢 老天有好生之德 这不是很好的词吗 日月轮转都转星一 生生不息 这是天给我们最大的恩赐 让你还有机会再生一次 你说是自然 我自然而然的如此 也罢也好 因为人的命主要是由自己造的 外在的一些意外 那一些人之上的所谓控制你 他又不是乱控制你 不敢随意干涉你的因果 因为他要 也受影响 不过也不好说了 因为你很渺小的话 人家可能一个失误就把你搞死掉了 但是 那总有平复的时候 总会让你再生一次 我们讲 比如说 一个人不理解 说一个蚂蚁 那随脚就给你踩掉了 或者是一个所谓童子 那你看你真的那个 偷偷的 看你那个下来 一下 给你叫回去了 也是有的 但总之 天道后轮回 这个 机会 迟早是你的 那么 一般来讲 正常来讲 我们普通人 从生 又有很多新的机会 那怎么就苦了呢 苦之前 老天还是 又给了一个恩赐 就是人类 他一生下来 不管是不是经过产道挤压 这个其实有点牵强 总之 那段时间 你是没有记忆 你把累生累世 这些 来到人间 人间的规则 就不让你击到 那么 但是 这个一生呢 就代表着他 将会死去 一生 要么你就不生 那就不命 但是这个世界 好像又缺乏了点乐趣 老是在那种 混沌状态下 没有你 没有我 这个世界 有意思吗 你说 盘古在那个球里 不开天比地 那怎么体位 人世界呢 或者是 天上地下的 这些 酸甜苦辣咸 什么都没有 没有 没有痛 也没有 乐 那状态 心境 是难得的 但是 好像缺乏了点味道 那世界 要么一片 黑 要么一片 白 有什么意思 这是天道无极凶 对他们来讲 你达到那个境界 是没有的 但是我们 普通人一点小事 可能你就受不了 人 他都有一个过程 一是 一生就要死 二是 这一生 大概方向 你 一个人 猫有猫的命 果有果的命 大体的人生规划 是给你安排好的 不由得你上线 所有才多 这种不断地努力 不断地分歧 好人又难当 所以生才苦 但是还是有很多机会 你也不要像 这个印度他们 过度地去 一生下来 给你祝福的语言 说句话 他不会讲 说你 这个小孩 早晚要死的 那你 不是傻 场合吗 你这个非主流 也太 太非了 就不好 不愿意 不愿意 不愿意